9月22的,9月22是今天的,你現在就是8月份,8月27,8月27,這個沒有那麼亮, 它有一個表,這個大概是看,表跟這個是一樣,這個是最大的,最容易看的,這樣子好不好? 它有一個表,可以弄出來兩次的不同,可以知道它的數據的變化。 在這裡,把它拍下來,這8,跟8.27,好,這樣。 不是,我是說跟上次的比較哪? 它上次弄了一個,兩次的變,兩次的數據。 它22,8變22,2.2.2,在這裡。 8變2? 對,α波變大,β波變2,12。 是呀? 這是8,22。 8變22。 8,β是8,α是22。 哦,這樣。 這個今天的話,β是12,12變多,α還是22。 哦,那這是什麼意義啊? β波是它的清醒腦波。 哦,清醒腦波變多。 變多。 從8變成12。 那α是什麼,它沒有變化? 平靜的腦波。 平靜的腦波是一樣的,所以那本來就是,應該是這樣的嗎? 對,應該是這樣,對。 哦,好的,謝謝。 好,OK。 那平靜的腦波22是正常還是不正常? 還算正常。 是正常的。 那一般人是,那個,清醒的時候應該是多少? 清醒的時候β不會很多。 對,我們β從8變成12。 那要是你我的話是多少? 我們大概會要看到的比例,有的人會到20幾。 哦,我們會到20幾。 那他現在已經從8變成12了。 蠻大的變化了。 對,營養也給他了。 那因為我們人齁,要溝通啦。 是。 他要講得出來,你要聽得到。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溝通版,你去跟黃曉芬他們學。 你試試看。 因為我們有詩字啦,或者是像這種,他只要點一點,你可以探讀。 那方向會是對的。 好的,好嗎? 謝謝,謝謝。 您剛才說得那個奉獻獎的醫師是叫什麼? 林宏金醫師。 林宏金醫師。 他的班人幫那個,沒有辦法講話,很人場的小朋友做牙齒。 所以他是很厲害的。 所以他是牙科醫師。 他是牙醫師。 我介紹這個是他跟我介紹。 他本身是做過我的患者。 他是我給醫的學長。 哦,這樣。 所以他知道這個溝通版的事情是告訴你的。 我去聽過他演講。 也聽過方向會醫師演講。 好的,好的。 謝謝。 謝謝。 那你學會以後再。